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读经 读到是生命记的经文 今天所看的经文是 生命记三十一章十四至三十节 因为经文的内容比较长 建议大家先读一次经文 现在我们简单一个祈祷 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 借着神的话语去激励我们 诚心所愿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首先我们看到十四至十五节 它简单地导出了经文的背景 人物和地点 印着摩西的死期临近 神就召摩西和约书雅入到回幕里面 象征着神临在的云柱停在回幕之上 这是意味着神要向摩西和约书雅显然 神向摩西和约书雅分别去说话 在第十六至二节 记载神要求摩西要为以色列写一首的诗歌 这首诗歌的内容是你知神 预示到以色列人将来在加南地将会离弃神 神就说了 正如《生命记》三十章有关《生命记》非常重要的福与和的教导 但为何神要摩西写下这首诗歌呢? 神在也节上就明言 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 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 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 这首诗歌流传下来的目的 是要回应神将来他日受到神惩罚时的哭诉 这首诗歌就好像一个见证着 他们将来在应许之地那种的软弱 而另一方面 摩西身旁的约书雅听到这一切的话 作为摩西的接班人 深信约书雅的内心难免感到担忧 因为想象到将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 必然会遇到众多的挑战和困难 所以在第二十三节记载 神去鼓励约书雅 神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尽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在的应许 正是神在西乃山呼召摩西的时候的说话 神向约书雅发出相同的应许 神的同在代表着 神终于简算了摩西或者约书雅 但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神的工作 而是神会与人去同在以及同工 去成就神的拯救工作 最后 在第24至29节去形容当摩西去写下律法书 并去吩咐利美人要将这个律法书放在神的药柜旁 不过对摩西来说 这个律法书见证着以色列人的不是 因为他知道神的子民是半日的 是眼着颈寒的 他日神的子民必然会离弃神 而受到神的管教 而在第30节就写 摩西章者一篇歌的话 都与以色列传会众听 《生命记32章》正是记下这首诗的内容 稍后的日子我们会再继续去读到 在反思的部分 当我去思想今天经文的时候 令我联想到信仰群体在承传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目光定征在神的身上 因为神是信实的 他必在其中去预备合适的人选 去成就神的工作 相信侍奉的场景 未必好像当时以色列人灵性的软弱 但是侍奉的场景总会有不同的挑战 特别在成全的时间 我们总会对不可知的将来 有不同程度的担忧 故此 当成证家同样去正值成全的处境 在此时此刻 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眼目定征在神的身上 去仰望神的预备和简选 神是信实的 他必在我们的中间去兴起不同的人 去承担不同的侍奉崗位 今天的经文向我们的生命去挑战 他问我们 你愿意被神兴起去作神的圣工吗 愿神的旨意去成就 现在愿我们同心去祈祷 信实不便的神 当成证家正值成全的时候 祈求你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眼目定征在你的身上 深信神你必兴起不同的人 去承担不同的侍奉的崗位 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去工作 去激动我们的内心 好让我们甘心乐意去回应神的感动 愿意被你去兴起 并使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同心祈祷 奉靠耶稣基督知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